歌坛可以称得上是天花板级别的美剧 大家不是冲着主角去看的 而是冲着一个个有血有肉 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去的 甚至有人说尽管歌坛很危险 但是我想去看看 我想让我平凡的生活 多一点绚丽的幻想 当然我也承认这部剧有很多的槽点 就比如上一季中的山寨版少女 大家都觉得他会是个很重要的角色 而我没有细说的原因是 他被阿福发现后就跑了 你让我咋说 让人看着很难受 但是不得不说 这部剧依旧是我喜欢的剧 就像企鹅人喜欢谜语人一样 现在郭说已经将前三季都讲解完了 那今天开始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第四季吧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城市黑暗 但光明仍在的歌坛吧 第四季从一个新婚晚宴讲起 一群抢劫犯冲进了婚礼现场 但就在他们要进行抢劫时 一个熟悉的光头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正是企鹅人的头号打手维克多 维克多问他们 你们有执照吗 抢劫犯吗 执照 我抢劫要什么执照 维克多说 你们不知道最近歌坛 开始颁发犯罪执照了吗 只有持证上岗才能进行抢劫 这样 我正好认识伴证的企鹅人 我跟你们说说 你们到时候 给他50%的分红这讯 抢劫团的老大不屑道 我抢劫我还得给他钱 做人不能太歌坛 坚持 维克多也废话了 拔枪就射 将老大的手指打了下来 没有执照 就是不能进行抢劫 办证据 抢劫团伙 瞬间被维克多的气场压制 灰溜溜的走了 现场众人开始为维克多鼓掌 就连新婚夫妇都来感谢他 但是你以为维克多变好了 那你就太天真了 因为又一伙抢劫的 来到了婚礼现场 夫妻俩看向维克多 维克多笑着说道 那这个犯罪执照 究竟是什么东西 原来在上季之后 我们的犯罪小天才企鹅人 重新当上了黑帮老大 上任之后的他决心 开展改革 因为他不想动不动 就被别人从老大的位置上赶下来 于是找到了 正在为歌坛犯罪律 发愁的新市长 企鹅人告诉他 我可以帮你降低犯罪率 随后提出了犯罪执照制度 但市长却说 你们这是要建立犯罪公会啊 这我们是不允许的 企鹅人听后拍砖起 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这样你 警务处长还有我 各拿他们上缴费用的30% 剩下10% 用与我们之间的沟通联络 两人想了想 这个蛋糕确实大 于是同意了企鹅人的建议 在这之后 街头就出现了一批执政上岗的罪犯 而警察看到他们的证件后 就转身离开 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 那就是我们正义警探戈登 他刚准备简单吃个早餐 就遇到了抢劫 戈登刚想阻止 那人就拿出了犯队执照 我可是经过认证的啊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遇到的是戈登 随后戈登将人带回了警局 但大家仔细看 在场同事们看他的眼神 是不是很友好呀 这又是为什么呢 哈维告诉他 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们同事受伤的少了 因为我们一直遵守 企鹅人和市长之间的协议 但是你这明显是在破坏协议 而且你的做法 会被认为是歌坛警局的做法 现在我请求你消停线 随后转身离开 戈登陷入了两难 但你以为 感到迷惑的只有他吗 不 还有少爷 经过上一季的洗礼后 少爷已经开始承担起 守护歌坛的重任 这天他在阻止抢劫时 抢劫犯说 我有犯罪执照 少爷拿出来一看 这是什么鬼 接着锤晕了劫匪 拿着执照离开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被忍者大师看在眼 画面一转 开头出现的抢劫团 来到了阿卡姆 找到了院长 他们到底来阿卡姆 要找谁呢 戈登会让企鹅人的犯罪执照制度 顺利地继续下去吗 我们接着看下集 关注郭说 今晚还有四集 fire me fire me